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先聊Public Bank Berhad这家公司吧 在5月31号的时候呢 肯汉哥就给出了4令吉40仙的目标价给于Public Bank这家公司 然而第一季度2022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Public Bank出来的PATAMI呢 是1.401令吉 是对比的话减少了9个percent 但是呢也是在很多投行的预期之内 因为呢 它的营业额收益那边呢 被出盖Mark Mosh 也具繁荣税的阻碍呢 而减少了 展望未来呢 大众银行的管理层似乎有信心 比其他的市场领先 可以让大众集团呢 在经济重新开放的时候呢 表现的还要来的更加好 从而改善它的贷款和存款增长的指引 最近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国家营养宣布的OPR的上调呢 预计呢会为Public Bank带来更加 profit margin 正如预期的那样呢 Public Bank并没有宣布任何股息的分发 所以呢 维持着NP跟GM的延伸呢 给出4.4令吉的目标价给予Public Bank Public Bank呢 这一次没有派股息呢 也是预期之中的事情 因为呢 Public Bank通常是每半年呢 支付一次股息的 在2022年第一季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收入同比呢 是下降了3个percent 其中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N2呢 是停滞不前的 NIM在贷款增长那方面呢 虽然是增长了3.7% 但是呢 下降了6个基点 当然下降的皮卵的最主要原因 来自于伊斯兰银行业务表现呢 是比较疲弱的 与此同时呢 由于信托单位呢 的销售皮 还有整个收益 投资的收益有所下降 让它的NOII呢 是减少了11个percent 虽然营运成本略有增加2个percent 但在亮眼的营运环境中呢 简直拨备呢 是减少了50个percent 导致整体Profit呢 是持平于2个Billion的 信贷成本标记为11个PPS 对比是减少了12个PPS 然而呢 由于整体的征收繁荣税呢 使到第一季度2022年的 PATAMI的收入为1.40个 对比减少9个percent 2022第一季度的总收入 环比呢 是增长3个percent 因为NII增加1个percent 在大多数方面呢 都出现了连续的改善 而NOII呢 是增加11个percent 则受到重估损失的显著降低的 同样的呢 贷款拨备呢 也比较低 但由于这个季度呢 有效税收呢 比较高 所以让它的PATAMI呢 仅增长1个percent PAPI管理层呢 对于近期的表现呢 还是感到非常乐观的 并且把2022财政年的贷款 存款增长目标呢 是提高到5个percent 原本呢 是4.5个percent 表明了PAPI管理层呢 对于零售账目 可能会出现高于预期的回升呢 是非常有信心的 住宅抵押贷款呢 占它的总投资组30个percent 除此之外呢 早于预期的OPR提升呢 也对于MII呢 有个更加好的指导 到年底前呢 可能它的收益呢 还有关键指引呢 仍然是保持着不变的 信贷成本的目标呢 维持着20个percent的基点 PAPI管理层就表示了 在2022财政年呢 不太可能出现非常重大的回波 而且呢 PAPI管理层也认为呢 这跟国家银行减少 找回血的基调呢 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 随着这些账户 逐步的慢慢的恢复 截至2022年4月30号呢 PAPI对于未偿还的还贷呢 的援助呢 为6个percent 对比在2022年2月15号的8个percent呢 既是有所减少了 这些贷款中呢 这个percent是还未还款的 跟它的同类贷款的比例 是有所相应的 Public Bank的家银行呢 其实在上市公司中的银行同行中呢 是拥有最高的RE 也就是Return on Equity 表现成长呢 都是属于非常不错的 然而呢 它的股息呢 并不是那么的贴力 它的股息呢 只是普普通通 所以呢会让投资者呢 买入非常多 它的股票来作为股息投资 因为它的股息真的是比较 普通点 对比其他银行股来说 所以呢 Public Bank呢 其实它的基本面呢 还有cash flow呢 还有成长呢 都是属于不错的 然而对于一些长期投资者呢 其实会比较 end for 行价 然而不是它的股息 但这只是个人建议 并没有任何买卖 还有投资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分享